至于民进党宜兰市长候选江聪渊 今天是提出了关怀长者从牙齿做起的证件 表示县府所推出了65岁以上的老人家装置假牙的计划 是在每年的3月到8月份来受理申请 而未来他当选后 施工所会全年无休来代为受理申请 并且先电费用来建构高龄的友善城市 民进党宜兰市长候选人江聪渊 今天提出关怀长者从此做起的试证证件 表示县政府65岁以上的老人装置假牙计划 到103年度累积有2168人受惠 投入的经费达到9000多万元 其中宜兰市共有379位长者接受装置 由于宜兰市65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1653人 应该有更多人没有提出申请 由于县政府在每年的3月到8月 受理全口假牙申请 未来他当选之后 施工所将全力的配合县政府 全年无休来代为受理申请 并且先代电费用 让长者不需要等待 现在以来冠戏政府实现的签签是3基以下 有保障 因为你看看到50几个顿 今天也是有10几个金属 配合厘介入这个签签 我们丁管政府实现了3基以下 這個期間去中期 去申請 他就會給我們親家 所以這個親家就是三至八月 親家好之後他才別人去選 同期我們去針索或是電影去做水器 但是我們一位說 如果有辦法每年賺錢 都賺錢就三至八月的行程 就現在十月 如果我們申請的時候 變成要等到賣年 是三月過 才有辦法來試做 所以說這個政權 我們是重點說 幾十多人比較不方便 如果要吃這很強烈 但是水器的樂器 或是水器的福祉 不是我們就暗省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拜祉勞索 可以保養管制服 就是每年我們都來順利 我們勞索萬來 跟金索萬來做記者 來這個新早的冬 就讓他先來做 先來做 這個部份 當然我們是公訴 先來出這裏 憲罪 這個人補充是四百塊 公訴先出了 拜祭統領 來用管制服 來申請 公訴先來出的部份 關懷共獎 水器做的 江松原強調 老人的全口假牙裝置補助 要加速在宜蘭市的普及率 與縣政府同心合力打造宜蘭市 成為銀法族的移居之地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